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近期美台之间的军事互动 持续引发各方关注 继蔡英文声称 有美军人员在台湾之后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日前又证实 约有40名台军官兵 前往关岛的美军基地受训 再次引起舆论争议 有台湾媒体直言 美台双方有意让相关的军事互动 台面化是在合演一场戏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湾海军陆战队的约40名官兵 前往关岛的美军基地 并且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两期登陆作战训练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二号受访时正式此事 他声称台美交流合作行之有年 有一些层级的互动也是交流的一环 不需多做揣测 此外台湾联合报等媒体披露 十多名具备各类军事专长的 美军特战小组官兵以每半年一梯次的形式 不断接替到台湾 协助各军种特战部队提升战力 但这个协训编制称不上部队 也没有协访的意义 报道还称台陆军相关负责人日前率团访美 一大任务就是确认今年新实施的 特战合作组常驻辅训成效 并确立已有的美台军事合作项目中的交流模式 有台湾网友担忧 这种状态会不会被定义为驻军 并且质疑究竟是不承认红线 还是要挑战红线 如此宣布除了民进党得力外 有谁得力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 美军在台活动或台湾方面赴美进行军事交流 看得出来台美安全高层有意让此事台面化 台美和演艺场戏就以在台协训的美军而言 民进党当局宣传的重点不在协训 不在人数多少 也不在训练内容 重要的是美军在台的事实 让台湾民众知道 台湾有美军人员 这对绿营支持者具鼓舞效应 可以壮胆且留有想象空间 而美国打台湾牌 也希望收到美军在台的政治效果 也有台媒认为 台湾要警惕美国 这种以空泛信息挑衅大陆 借以获利 突然消费恋岸关系的政治操弄 好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 岛内的民生议题 台湾12月18号将举行四项投票 其中关于反对进口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的投票 备受各方关注 民进党当局为了保住莱猪进口 而动作不断 却被蓝白阵营接连戳破 相关的政治操作 我们来看报道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称 反对含有莱克多巴胺美猪进口 会伤害对美国的关系 对此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受访时表示 只有四个字的评语 我只有四个字的评语 胡说八道 我们反对莱猪 不反对美猪 而实际上美国现在养的猪 八成都是非莱猪 我们明明可以买非莱猪 他不买 偏偏要买莱猪 这样去讨好美国人 这真是出卖台湾 马英九直言 为什么欧盟 中国大陆 可以不买莱猪 人家做得到 为什么民进党做不到 此外 面对年底 将要进行的反莱猪投票 民进党当局官员近期表态 被外界质疑 是把反莱猪与反美猪 画上等号 甚至扣上反美的帽子 你也都认为 国民党这个就是在反美猪 你看 连朱立伦都讲 这个是消底吧 你讲到对了 你要讲清楚 是美国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而不是等号美猪 就是美国的猪肉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批评称 把反莱猪和反美猪混在一起 甚至变成反美 这就是政治操作 民进党与其花 5000万元新台币下乡宣传 不如静下心来解决问题 对于民进党蔡英文当局 混淆视听 国民党集民意代表赖士堡炮轰 台湾人反对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民进党当局 却刻意混淆美猪与莱猪 这是很要不得的乌贼战术 他表示蔡英文当局不标识莱猪 让大家无法分辨之下 就吃到莱猪 这是民进党当局为了经贸利益 牺牲民众健康 蓄意设下的陷阱 还要装清纯与无辜 实际上 进口莱猪却不标识 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迫 由于民进党当局的决策 台湾已经自今年1月1号起 开放莱猪入台 然而相关检测不够到位 因此频频引发争议 台湾民间团体 反莱猪大众走联盟 控诉蔡英文当局独职 损害民众健康 该联盟召集人痛批 开放莱猪进口 已经有10个月 民进党当局各部门信息 没有统合整理 公开透明只做了半套 猪肉仪表板也完全不准 要求台监察机构 调查蔡英文当局 对于莱猪把关是否不利 台湾四项投票案即将登场 蓝绿攻防战开打 民进党搬出美国 恐吓国民党称 反莱猪会影响台美关系发展 岛内投票 民进党为何拿美国说事 与美国唱和 蔡英文是否会被民意反噬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蔡英文拿美国押注力轮 被劈打自己脸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 台湾地区反莱猪等四大投票案 将于12月18号举行 因投票结果将直接影响 民进党执政地位 牵动2022年九合一选举 和2024年大选 蓝绿都有不能输的压力 民进党甚至拿出美国来恐吓国民党 称朱立伦反美 四项投票案能否通过 岛内投票蔡英文又为何拿美国说事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联案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 游子祥先生 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副研究员 张华先生 欢迎二位 李鸿 北京的张华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李鸿好 游家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通过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岛内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投票案 在此次四项投票案中 蓝绿攻防最激烈的就是反莱猪投票 民进党为了能在反莱猪投票中挽回颓势 大打美国牌 朱立伦过去被外界认为亲美形象鲜明 因此国民党主推的反莱猪投票 朱立伦从还未当选主席前就小心处理 一再强调反莱猪不等于反美猪 而民进党抓住这一点 接连搬出美国恐吓国民党 不只把反莱猪说成反美猪 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还表示 反莱猪破坏现状会影响台美关系发展 桃源市长郑文灿更指控 朱立伦不止不亲美而且是反美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四大投票案当中 攻防最激烈的就是反莱猪投票案 那么什么是反莱猪 为什么反莱猪投票案在岛内炒作的如此热烈 反莱猪是一般称呼这个投票的简单说法 完整的提案是要求要全面禁止进口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猪内脏相关制品 我们知道莱克多巴胺是一种常见的瘦肉精 因为有食品安全的疑虑 所以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或地区 都是禁止猪农使用的 包括台湾在内 但是蔡英文却在去年的8月28号突然宣布 说要在今年的1月1号开放含有 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台湾 不过台湾猪农还是禁止使用 那这个决定让很多台湾人担心 会对食品安全造成负面的影响 所以才在国民党的推动底下 在去年的9月推出了这个投票案 还有消息传出来说 陈水扁的时代虽然台湾是禁止 莱克多巴胺的 但其实进口的时候就只检验猪肉 不检验牛肉 后来到了马英九的时代 在美国强大的压力底下 马英九决定要开放30个月年龄以下的美牛进口 但是坚守强制标示 排除内脏牛猪分离的底线 为什么开放了一部分的来牛 却坚持不开放来猪 不开放内脏呢 就是因为台湾人的饮食习惯 跟欧美不一样 台湾人吃猪肉是欧美的七倍 而且吃很多的猪的内脏 那这个马英九 面对台湾压力坚守的底线 在蔡英文去年宣布开放之后 就都失手了 不只开放了 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莱猪进口 还放宽了马英九30个月年龄的美牛的限制 等于莱牛也做了更大的开放 甚至不要求莱猪强制标示 这个就让很多对食品安全很重视的台湾民众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他们担心莱猪会混入各种食品加工品里面 加上台湾的猪农又不准用 教育部门也宣布中小学生在学校用餐 也只能用台湾猪这些自相矛盾的这些措施 也让大家看出来 当局你是知道莱猪有食安疑虑的 那这次的反莱猪投票会引起高度的瞩目 就是因为它背后反映的 是重视食品安全的一股强大的台湾民意 对民进党当局缺乏沟通之下 强行开放莱猪 透过这个投票是要表达高度的不满的 刚才尤教授是给我们梳理了一下 反莱猪投票案的来龙去脉 我们可以看出蔡英文打破了台湾进口食品的安全底线 致使国民党和民众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反弹 但是我们看到蔡英文自己却对民众健康闭口不谈 反而搬出了美国在压国民党 说国民党操作这个投票案就是反美 就是破坏美台关系 它一个关乎民生民众健康的问题 为什么会把美国搬出来压国民党压助理论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民进党首先把这个反莱猪跟反美猪划上等号 刚才这个尤教授也讲了 实际上台湾这一次投票案反的是含有 莱克多巴胺就是含有受入金的注入进口 而不是说美国注入进口 现在因为蔡英文开放的主要是美国含有受入金的注入进口 台湾 所以他就把中间的这个逻辑关系直接给你简化 说反莱猪就是反美猪 好那就把美国因素给拉进来了 这是他一个现在的基本的操作的策略 第一个层面 本身这是一个视频安全的问题 你民进党是没有任何这个理据 也没有任何说辞可以来说服等于民众的 所以他要进行政治化的操作 那这个事实层面我讲不过你 好 我进行政治操作 一政治操作那变成这个蓝绿之争了 变成亲美翻米之争了 那就把这个事情本身的这个真相就给掩盖过去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层面的考虑 第二个层面的考虑就是对于朱立伦现在出任国民党主席之后 因为朱立伦现在这个他的政策里面有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强化跟美国的关系 朱立伦评估在前一个阶段 国民党跟美国的关系似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包括在2020年台湾进行政策的选举过程中 这个当时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跟美国的互动也没有那么密切 而同时呢 美国有公然的支持蔡英文 在这种情况下 朱立伦觉得应该强化跟美国关系 所以他现在包括在前几天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代表大会上也提出来说 在近两周他就要筹办国民党的驻美代表处 而且他的代表马上要飞往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 民进党给他扣上说 你国民党就在一个简单的诸如进口问题上 你都反美 你如何来搞好跟美国的关系 明显是在离间国民党跟美国关系 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刚才尤教授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在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对四大投票案也是持支持态度的 比如说反莱猪 珍爱导礁 在野的时候 他们还曾经操作过反毒牛 反欺骗 反出卖等等 游行示威的活动 甚至要求马英九下台 但是现在民进党执政了 蔡英文执政了 他却主动开放 莱猪进口 那这是不是一种打脸的行为呢 就像李红说的 这次四项投票案 很多都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他们支持的 像是珍爱藻礁 蔡英文还曾经到藻礁那里 写下藻礁永存四个字 还有投票要跟其他选举一起举行 这也是民进党过去坚持后来又反对的 那为了反对这四项投票案 民进党设计了一个要大家去投不同意的宣传标志 一个很大的差 有些人看了这个标志就说 这好像画了四个回力标 这四项投票就像民进党自己丢出去的回力标 飞回来打到了他们自己 其中最大的一个回力标 毫无疑问就是反莱猪 2009年11月14号 为了反对马英九 可能在考虑要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民进党就举办了一场游行 名称就叫反毒牛 反出卖 反欺骗 当时民进党的发言人 就是现在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 他那个时候就批评马英九说 马英九无能 马英九谈判过程 对美国的谈判态度软弱 当时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在游行里面上台演讲 他说反对美国牛肉进口 是要保护台湾人和台湾人的家人的健康 后来蔡英文在2012年我们知道 大选败选辞聚了党主席 接任他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是谁呢 就是苏贞昌 当时民进党对国民党要开放进口来牛 立场就是零检出 不可以验出莱克多巴埃 他们说要采取欧盟模式 那民进党为了表达反对 还在立法机构占据主席台五天四夜 然后苏贞昌说 台湾人的健康没有放水的余地 民进党要强力监督 用力制衡 就是要站在台湾民意这一边 另外像现在在当高雄市长的陈其迈 当年也说让瘦肉筋猪肉进口的那天 就是领导人要下台的时候 好 现在轮到你民进党执政了 当年陈其迈 萧美琴 苏贞昌 蔡英文 你们说的这些话 包括这是民生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包括 马英九你不透明 你软弱无力 然后说要领检出 要站在民意这一边 这每一句话现在听起来 就像是当年的民进党 批评现在的民进党 马英九当年只是开放一部分美牛 他们现在是全开 所以一巴掌接着一巴掌 跨时空 民进党自己打脸自己 打得非常响亮 而且我们最近看到马英九 也是频频地表态和放话 对蔡英文执政当局 进行了很多的批评 比如说这次关于粉莱猪 他就用蔡沙头 来形容蔡英文当局的做法 那么蔡英文接下来 会如何来进行攻防 我们看到近期 马英九确实是频频地 对岛内的事物 包括两岸的一些事物 也表达了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当然主要原因 不怪说马英九 想赚取媒体的曝光度 可能不在这 原因可能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现在 民营党遇到了很多问题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马英九身上 马英九没办法 不得不要站出来澄清 不论这一次的莱猪的进口的问题 还是包括什么核四的 包括一些关于所谓的投票的话题 因为民营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马英九身上 马英九被迫站出来澄清 这是第一个方面原因 第二个方面原因 他对很多看不惯的 明显是违背了一些 导致民众的看法 甚至说是违背了基本的政治操守 或者是道德底线的事情 他一定要站出来说 那现在民营党 不论是操作了这个思想投票案 还是说对这些思想投票案里面 很多看法都已经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 甚至于说有勾结美国 出卖台湾利益这种嫌疑 对这种大事大非面前 我相信马英九一定会站出来说的 第三个层面 就是就目前两岸关系的形势 我相信马英九也是非常的担忧的 马英九曾经担任过 台湾地区八年的领导人 他对两岸问题是非常熟悉的 对于说目前的台海形势 那其中很多问题的拿捏 他有他自己的判断 而且这种判断不仅仅是他个人而已 可能是真的站在台湾地区 站在中华民族两岸同胞的视角上来看的话 那确实是目前的两岸态势 无疑我们两岸同胞所不乐见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不行的事 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都可以 让马英九下台 现在蔡英文却不下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团队 而且现在动辄就把美国搬出来 为什么现在民进党 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 都要把美国拿出来吓唬人 在马英九的时代 是在两岸关系的基础之上 兼顾了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平衡 那这样的平衡 帮台湾海峡带来了稳定 但是蔡英文跟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 因为他们的台独意识形态 想要抗拒一个中国 所以他就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把两岸关系搞僵搞坏 只好选择一面倒向美国 用美国来当反中抗中的靠山 那另外在美国这一边 因为担心被中国追尾这样的私心 或者是仍然用冷战思维去看待中美的制度差异 就有人想要打压中国 压制中国 所以就有这些人就想打台湾牌 认为打台湾牌是压制中国的好方法 为了抓住台湾这张牌 美国这些人就不希望两岸走得太近 他担心两岸如果好了 他们会失去对台湾的控制 所以过去美国本来对两岸 透过建立共识 维持台海稳定是乐观其成的 现在也有些人开始发生转变 开始纵容甚至鼓励民进党当局 很多倾向台独的作为 他们认为两岸有矛盾 是有利于美国跟中国的竞争的 就在这两种心态底下 造就了现在民进党当局 一面倒向美国这样的结果 那一面倒向美国 也就成为了蔡英文跟民进党当局的 一种困境 两岸关系搞坏 搞成防务安全想要全靠美国 国际参与想要靠美国 连经济贸易也想靠美国来看看 能不能跟大陆尽量拖点钩 你台湾这也要靠我 那也要靠我 我美国当然就可以对台湾 予取予求下指导旗了 所以美国说要卖的武器 台湾不敢说不买 买这个买那个 买掉五六千亿台币 把卡都刷爆了 还是要继续买 最近才发生的是 鱼叉导弹 台湾本来考量经费 只想买32套 美国说不行 你非得给我买足100套 台湾只能咬牙硬吞 还有美国也可以跑来 对台湾的防务指指点点 所以台湾是不是有足够自我防卫的决心 是要由美国来做判断的 那因为不敢得罪美国 所以食品安全像莱猪 也就可以打折扣了 自己说过的毒牛毒猪 就只好选择失忆 就连藻礁也被认为 是因为跟美国签了一个 长达25年 总金额超过7000亿台币的合约 如果你不能盖这个 可能破坏藻礁的天然气接收站 就可能履约不了 这下老美会生气 生气了还得了 所以一面倒的困境就是 你只能靠我 我当然就吃定你了 我们看到现在 在两岸之间有很多的传言 因为两岸现在局势非常的紧张 所以说大家都在担心 有没有爆发冲突的危险 特别是我们看到 美国的总统 在多次遇到媒体采访的时候 反复地去被追问说 美国到底要不要出手去保护台湾等等 会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讨论当中 我们也听到台湾的舆论 他们认为说 现在台湾已经被评委了 是世界上地表最危险的地方 那么这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 如果说蔡英文接下来 再跟美国这样一唱一和地 在台海之间制造危机的话 那么会不会对岛内的民意 对他未来的选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 您刚才提到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 美国跟台湾继续勾连下去 美国持续地表达说 我要所谓的大引号的卸放台湾 这样一个态势会不会持续地下去 我看未必 前几天拜登在8月份 包括在10月份 连续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会卸放台湾 会引用美国跟北约的第五条等等 他的这些说辞随后都被美国 不论是白宫还是国务院 都已经否认了 说美国的这些政策没有发生改变 包括最近在G20上 美国的国务卿也公开地表态 以及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接受CNN主要访的时候 在主持人连续三次追问说 美国的这些政策是不是已经发生改变 就如同拜登说的一样 美国会先放台湾 布林肯 明达他的查 只说会基于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 维护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 我们来好好看一下这个词是 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 也就意味着美国不会卸放台湾 美国确实在台海地区玩 这种所谓的危险的恐怖的游戏 但是美国知道 玩的毕竟是游戏 如果这张牌掀开了 这个局破了 那对美国绝对是不利的 所以他在关键的时候 他一定会踩刹车 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期间 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事情发生过 第二个层面 在台湾岛内 如果说蔡英文不断的什么叫 鼓噪亡国感也好 炒作台北关系提升 甚至说编谎言 美国会协方台湾 欺骗岛内民众也好 等等这些说辞 那对台湾岛内民众来看 他的生意 他的生计 他的生活 是不是受到影响 现在看来已经受到影响了 岛内民众现在已经开始 被什么急救包了 自发的被急救包了 岛内民众也在担心 我们看到岛内这个媒体 这个做的 不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民调 说就做一千人的民调 做了上万人的民调 高达八九成的人 是担心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国民党敢于现在 公开的战船说 建设救护共识 维护和平 这也是国民党现在 占领战要立场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岛内民意正在发生变化 对于民进党来说 一直是想要一手遮天的 对于国民党现在的崛起 那么民进党在 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共访 所以说现在岛内的生态 我们可以看到 是出现了很多乱象的 而对于民进党来说 它是只讲政治 不顾民生 不顾经济发展 不顾安全 不顾两岸交流 那么国民党有没有可能 在这样的一个实施之下 再次赢得更多民意 对它的支持呢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联案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